第一课,家里没有食物。 嘿,安娜,你有没有过那些日子? 你回到家,意识到你家里没有食物? 是的,我肯定有过那些日子,这可能真的很令人沮丧。 这是最糟糕的,我总是觉得自己被困在点外卖或去杂货店和从头开始之间。 我知道你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决定该怎么做。 当你家里没有食物时,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快速列出一些必需品的购物清单,比如面包、鸡蛋和蔬菜。 然后,我会去商店拿起这些东西,用它们做一顿简单的饭菜。 这是个好主意,有时很容易忘记您不需要一个完整的储藏室来做饭。 没错,我喜欢做的另一件事是看看我是否有任何食品储藏式的主食,如米饭或意大利面,并尝试用这些食材做一顿饭。 这很聪明,而且从头开始做一顿饭,通常比点外卖便宜。 当然,如果您不想做饭,您可以随时订购,但请尝试选择健康的选择。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当你饿了,家里没有任何食物时,很容易陷入订购垃圾食品的陷阱。 是的,但通常也有更健康的选择,比如沙拉或烤鸡。 我喜欢做的另一件事是检查冰箱或冰柜里是否有任何剩菜可以重新加热并做饭。 这也是个好主意,剩菜可以成为那些日子里的救命稻草,当你家里没有任何食物的时候。 当然,手头有一些冷冻食品或罐头食品已被不食之需总是好的。 是的,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不易腐烂的物品的备用供应真的很有帮助。 第二课,选择健康食品的技巧。 安娜,当你在杂货店时,你有什么选择健康食品的技巧吗? 是的,当然,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专注于全食物,如水果、蔬菜和全穀物。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全食物通常比包装食品更有营养,加工更少。 没错,注意包装食品的成分表和营养信息也很重要。 是的,有时很难破译标签上的所有信息,你对此有什么提示吗? 要寻找的一件事是产品中添加糖和奶的含量,选择含有较少这些成分的食物,通常更健康。 这是有道理的,那么脂肪和油呢? 选择健康的脂肪很重要,比如坚果、鳄梨和橄榄油中的脂肪,并尽量避免反噬脂肪和氢化油,它们经常存在于加工食品中。 很高兴知道,那么蛋白质来源呢? 选择瘦肉蛋白质很重要,比如鸡肉、鱼和豆类,并尝试限制与健康问题有关的红肉和加工肉类。 知道了,那么分量呢?在选择健康食品时要记住这一点吗? 当然,重要的是要注意分量,并尝试坚持它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很容易暴饮暴食,特别是如果你不注意分量。 是的,倾听你的身体并在你吃饱时停止进食也很重要。 是的,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吃了多少,即使它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从不同的食物组中选择各种食物,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你需要的所有营养。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均衡饮食很重要,包括水果、蔬菜、穀物和蛋白质。 别忘了补水,多喝水和限制含糖饮料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水对我们的整体健康非常重要。 是的,还有一个提示是尝试更频繁的在家做饭,这样您就可以控制成分,并确保您获得健康、营养的膳食。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在家做饭可能是一种有趣而健康的饮食方式。 当然,通过一些计划和准备,很容易选择健康、营养的食物,味道也很好。 第三课,试图减少我的糖摄入量。 安娜,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吃了多少糖? 是的,这么多食物中有多少糖太疯狂了,这真的很难避免。 我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减少糖的摄入量,但这很艰难。 你有什么关于如何做的提示吗?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始阅读标签,注意你购买的产品中添加糖的含量。 这是个好主意,令人惊讶的是,你意想不到的食物中隐藏了多少糖,比如意大利面酱或沙拉酱? 没错,另一件事,是尝试多吃全食物,如水果和蔬菜,它们天然含糖量低。 这是有道理的,那么饮料呢? 苏打水和果汁等含糖饮料可能是添加糖的重要来源。 是的,尝试限制这些饮料,并选择水或不加糖的饮料,是个好主意。 我还听说在吃饭时吃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你保持饱腹感,防止对含糖食物的渴望。 是的,注意份量和不要暴饮饮食也很重要,因为这也会导致对含糖食物的渴望。 你还有其他减少糖分的技巧吗? 你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是找到含糖食物的健康替代品,例如,您可以使用蜂蜜或蜂糖浆等天然甜味剂代替糖。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零食呢?很难找到不含糖的健康零食。 是的,这可能很难,但您可以尝试用蜂嘴豆泥或饿梨酱代替含糖零食的水果、坚果或蔬菜。 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当你在外面吃饭时呢,很难找到不含糖的健康选择。 是的,但是,你可以尝试寻找烧烤或烤制,而不是油炸的菜单向,并在旁边要求调味品或酱汁,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你消耗多少糖。 这些都是很好的提示,安娜。我想我将开始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实施它们。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消耗了多少糖,并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糖。 当然,糖可能会上瘾,并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的摄入量,并做出健康的选择。 第四课,啤酒派对。 嘿,安娜,你以前举办过啤酒派对吗? 不,我没有,但这听起来很有趣,你有吗? 是的,我过去举办过几次啤酒派对,它们总是受到我朋友的欢迎。 它好了,您通常提供哪种啤酒? 我喜欢手头有各种各样的啤酒,所以我通常会混合使用IPA、黑啤酒和拉格啤酒。 而且我总是确保也有一些当地和精量啤酒。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零食和食物呢? 我通常有一些薯条和蘸酱,椒盐脆饼和坚果工人们吃,有时我也会烤一些汉堡或热狗。 嗯,听起来很好吃,那么装饰和音乐呢? 这听起来气氛很好,你有什么成功举办啤酒派对的秘诀吗? 一个提示是确保手头有足够的冰块来保持啤酒的低温。 准备大量的杯子和开瓶器也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安全呢?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确保每个人都负责任的饮酒吗? 是的,重要的是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安全的方式回家,无论是通过指定的司机还是拼车服,我总是确保有足够的水,以帮助人们保持水分和清醒。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不喝啤酒的人呢? 我总是确保也有一些非酒精饮料,比如苏打水或苏打水。 我通常会有一些不涉及啤酒的零食或食物选择,比如素食汉堡或沙拉。 这很周到,重要的是要确保每个人都在聚会上感到被包容和舒适。 当然,我总是提醒人们负责任的饮酒,不要过量饮酒。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玩得开心很重要,但也要保持安全和负责任。 没错,啤酒派对可能是与朋友闲逛并享用优质啤酒的好方法,但以负责任和安全的方式进行很重要。 同意,谢谢你的提示,约翰,我可能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举办自己的啤酒派对。 第五课,更换家具。 嘿,安娜,你有没有想过换家里的家具? 是的,我有,我一直在考虑买一张新沙发,也许还有客厅的一些新椅子。 这是个好主意,更换家具可以真正给您的家带来全新的外观和感觉。 当然,但这也可能是一项巨大的投资,你有什么在不破坏银行的情况下,选择新家具的技巧吗? 要做的一件是试货比三家,比较不同家具店的价格,不要害怕讨价还价以获得更好的价格。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购买二手家具呢? 购买二手家具是省钱的好方法,您可以查看旧货店、车库销售和在线市场以获得优惠。 是的,那么选择合适的家具风格和尺寸呢? 选择适合您房间风格和大小的家具很重要,您不想购买对于空间来说太大或太小的东西。 有道理,那么家具的质量呢? 投资经久耐用的优质家具很重要,您不想买一两年后会分崩离析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那么家具的颜色和面料呢? 杖,选择适合您现有装饰和生活方式的颜色和面料非常重要。 例如,如果您有宠物或孩子,您可能需要选择耐用、易于清洁的面料。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一旦您有了家具,那么安排家具呢? John,重要的是,要以最大化空间的方式布置家具,并创造一个熟实实用的布局。 您可以尝试不同的安排,看看哪种最适合您的需求。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融入其他装饰元素,如地毯和窗帘呢? John,选择与家具相得一张并将房间联系在一起的装饰元素很重要。 您可以选择与您的家具相协调的颜色和图案,并为空间增添一些视觉趣味。 听起来不错,我很高兴开始为我的家寻找一些新的家具和装饰元素。 第六课,免费获得二手钢琴。 嘿,安娜,我听说我们附近有人免费赠送二手钢琴,你有兴趣得到它吗? 真的吗?这是个好消息。 我一直想买一架钢琴很久了,但它们可能太贵了。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由于它是免费的,您不必担心破产。 当然,但我对买二手钢琴有点紧张,如果状况不佳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是在你把它带回家之前,你总是可以让钢琴技师来检查它。 它们可以让你了解它是否处于良好状态,或是否需要任何维修。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移动它呢?钢琴很重,很难移动。 是的,这是需要考虑的事情。 但是有专业的钢琴搬运工可以帮助您安全地移动它而不会损坏它。 很高兴知道,那么调音呢?移动钢琴后必须给钢琴调音吗? 是的,在你移动它之后,让钢琴调音师来调音是个好主意。 这样它就会听起来最好,并且处于良好的播放状态。 有道理,我对获得钢琴的可能性感到兴奋。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玩,我非常想念它。 很高兴听到,在家放一架钢琴是漫长的一天后放松和放松的好方法。 当然,这是跟上我的技能和学习新歌的好方法。 是的,谁知道呢,也许你甚至会开始上钢琴课或在当地的演出中演奏。 那太神奇了,我要联系送钢琴的人,看看他是否还有空。 好主意。如果您需要帮助移动它或寻找钢琴技师,请告诉我。 谢谢,约翰,我真的很感激。 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开始演奏和制作音乐。 第七课,聘请专业的音乐老师。 嘿,安娜,我听说你一直在考虑上音乐课。 您是否考虑过聘请专业的音乐老师? 是的,我有。 我认为有一个老师可以指导我,并帮助我提高技能是个好主意。 当然,音乐老师可以帮助您提高技术,理论甚至表演技巧。 是的,但我不知道如何找到一个好的音乐老师,你有什么提示吗? 你可以做的一件是是像以前上过音乐课的朋友或家人寻求推荐。 您还可以在线查看当地音乐教师的评论。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音乐课的费用呢? 这取决于老师和他们的经验水平。 但重要的是要记住,音乐课是对你技能的投资可以带来长期的好处。 是的,那么上课的频率呢,我应该多久服用一次。 这取决于你的日程安排和目标。 有些人每周上一次课,而另一些人则每隔一周或每月上一次课。 有道理,那么老师的年龄呢,我应该找年长还是年轻的人。 这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你觉得舒服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那么课程的位置呢? 我应该去老师的工作室,还是他们应该来我家? 这取决于你的喜好和便利性。 有些老师有自己的工作室,而另一些老师则愿意来你家。 你可以和老师讨论这个问题,看看什么对你们俩都最有效。 这是个好主意。 我应该从我的音乐课上期待什么? 你应该期待学习新的技能和技巧,并收到关于你的演奏的建设性反馈。 您的老师还可能会在课间分配练习和作品。 听起来不错,如果我心中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流派,比如,爵士乐或古典音乐呢? 找到一位专门研究你感兴趣的类型的老师很重要。 在开始上课之前,您可以向老师询问他们在该类型方面的经验和培训。 这是个好主意,我很高兴现在开始寻找音乐老师。 谢谢你的建议,约翰。 第八课,我喜欢滑雪。 安娜,我听说你上周末去滑雪了,怎么样? 她好了,我喜欢滑雪,但我仍然觉得我的技能可以提高一些。 这是可以理解的。滑雪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运动,需要时间来发展你的技能。 是的,这是真的。 但我真的很想做得更好。 你有什么提高滑雪技能的技巧吗?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向滑雪教练学习。 他们可以帮助您提高技术,并为您提供有关如何改进的提示。 这是个好主意,那我自己修炼呢? 自己练习也很重要。 您可以进行训练和练习,以提高平衡、转弯和速度控制。 有道理,那么设备呢? 拥有合适的设备,会影响您的滑雪技能吗? 当然,拥有合适的滑雪板,靴子和固定器可以对您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 选择适合您的技能水平和滑雪风格的设备非常重要。 很高兴知道,那么和别人一起滑雪呢? 与更有经验的滑雪者一起滑雪有助于提高您的技能吗? 与更有经验的滑雪者一起滑雪是学习新技能和技术的好方法。 您可以观看他们的表格,并向他们询问如何改进的提示。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那么在不同类型的地形中滑雪呢? 在不同类型的地形中滑雪,如陡坡或雪上技巧,也有助于提高您的技能。 它挑战您使用不同的技术并适应不同的条件。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那么在斜坡上保持身材呢? 这对你的滑雪技能有影响吗? 当然,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有助于提高您的耐力、力量和敏捷性,这对滑雪都很重要。 很高兴直到,那么心理准备呢? 这在滑雪技巧中起作用吗? 心理准备也很重要。 您需要在滑雪时保持自信和专注,并能够提前可视化和计划您的运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滑雪似乎是一项需要身心准备的运动。 当然,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并享受体验很重要。 滑雪是保持活跃和享受户外活动的好方法,通过练习,您的技能将不断提高。 第九课,我在考虑养宠物。 安娜,我在考虑养宠物。 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一只兔子? 其实我有。 我认为兔子很可爱,它们是很棒的宠物。 太棒了。 我听说兔子可以非常善于交际和深情。 是的,是的,但它们也需要大量的照顾和关注。 你准备好了吗? 我想是的。 我已经做了一些关于如何照顾兔子的研究。 我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确保它们快乐和健康。 很高兴听到,你想要什么样的兔子? 我还不确定,兔子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和类型,你有什么偏好吗? 我一直很喜欢荷兰萝卜泊品种。 它们整得很可爱,耳朵松软。 是的,它们很可爱。 那么兔子的生活安排呢? 我们需要特定类型的笼子或外壳吗? 是的,兔子需要很大的空间来,四处走动和玩耍。 一个有足够的空间奔跑和跳跃的大笼子或围栏很重要。 它们还需要一个挖洞和隐藏的空间。 很高兴知道。 那么它们的饮食呢? 兔子有特定的饮食需求吗? 是的,兔子需要均衡的饮食。 包括甘草、新鲜蔬菜和少量颗粒。 我明白了。 那么它们的运动需求呢? 我们需要像狗一样带它们出去散步吗? 不,兔子不需要像狗一样遛路,但它们确实需要大量的运动和游戏时间。 你可以给它们玩具玩,并创建障碍课程,让它们跑过。 这听起来很有趣。 那么它们的美容需求呢? 兔子需要定期梳理毛发,以保持皮毛清洁,并防止垫子。 您需要定期刷牙,并根据需要修剪指甲。 好吧,这听起来很可控。 是的,兔子需要定期与专门研究外来宠物的兽医进行检查。 它们容易出现某些健康问题,如牙齿问题和胃肠道问题,因此跟上它们的医疗保健,很重要。 我明白了,听起来照顾兔子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责任。 是的,确实如此,但它们也是非常有益的宠物,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快乐和陪伴。 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很高兴有可能把兔子当作我们的宠物。 第十课,昨晚忘了刷牙。 嘿,安娜,你昨晚记得刷牙吗? 哦,不,我完全忘了。 我太累了,直接上床睡觉了。 它发生在我们最好的人身上,但重要的是每天刷牙两次,以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 我知道,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我能做些什么来弥补它吗? 嗯,你可以确保今晚刷得特别好,并使用漱口水来帮助杀死任何可能已经积累的细菌。 这是个好主意,那么使用牙线呢? 我应该更频繁地使用牙线来弥补昨晚吗? 使用牙线总是一个好主意,但你不一定需要更频繁地做,因为你错过了一次刷牙。 只要确保定期使用牙线作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这是有道理的。 昨晚不刷牙对我整体口腔健康的影响又如何呢? 这并不理想,但错过一次刷牙不太可能引起任何严重的问题。 只要确保今后更加勤奋,并坚持定期刷牙和使用牙线。 很高兴直到,我一定会确保不会再忘记。 这发生在我们最好的人身上,但重要的是要照顾我们的牙齿和牙银,以保持良好的口腔健康。 我同意,我也会尝试在手机上设置提醒,或在浴室镜子上放一张纸条,以帮助我记住睡前刷牙。 这是个好主意,任何可以帮助您记住定期刷牙的事情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当然,我还将确保安排于我的牙医进行定期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 这是个好主意,定期进行牙科检查对于保持良好的口腔健康和及早发现任何潜在问题非常重要。 谢谢你的建议,约翰,我真的很感激。 感谢您的收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很快在下一个视频中见面。